去年以来,中欧关系在挑战中实现了新发展 中欧合作在困难中取得了新成果 事实也证明中欧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合作基础 只有合作协调才能解决问题 应对挑战,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话认知 奉行自主的对话政策 同中方一道,共同来推动中欧关系能够行稳支援 解决问题,应对挑战 同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这次的视频会见和中欧620会晤 应该说有三个点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 首先呢,在当前这个国际形势出现剧烈动荡的情况下 国际的经济复苏面临困难的情况下 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这么一个背景下 中欧双方就中欧关系 以及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主大问题 进行深入的沟通 坦诚的交流 提出建议和方向 这本身就是给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了一记正能量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第二呢 在视频会见和领导人会部中呢 中方给出了中国关于发展中欧关系的中国建议 中国方案 我们要做这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 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 第三个方面呢 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 中国双方就当前国际行政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也就是乌克兰问题 坦诚了交换了意见 我记得前面有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 曾经就乌克兰危机用了两句话来改过 非常的这个凝炼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原因 习主席说一个巴掌拍不下 关于危机的解决前景 习主席说解零还需 记零人 现在呢 和谈是避免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升级了唯一的革新途径 所以呢 国际社会各方要为推动和谈 创造条件 开辟空间 而要灭火 不要交游 不能让各国的老百姓来背负沉重的负担 所以呢 中欧双方以及国际社会都要努力地管控非分级 避免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 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呢 中欧双方呢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也取得了一些共识 双方同意呢 继续加强协调 同意继续为了和平这个方向去共同努力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 还有呢 石斑鱼飞丽来入匠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 CTI567 这是辣西的推荐代码